大家好,我是On Campus负责欧洲EU Specialist的Cynthia 那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我们On Campus有提供的课程 跟可以深读到哪一些我们配合的大学 基本上我们就是帮这些配合的大学来做他们的预先课程 所以呢我们在学生的英文跟学生的学术方面 都会在这一年的预先课程做加强 所以如果呢有些同学想要深读到的大学 但是可能英文的成绩或者是说在校成绩差这么一点点 或者背景也差这么一点点的话 那很多同学都会来选择先读前一年的这个预先课程 来补足英文跟学术上的差一点点的不足 对那再来呢这一年也可以让学生先适应到巴黎的生活 不管是生活上不管是课业上 都可以用这一年的时间先来适应 那也会有这一年时间可以接触到 未来你想深读到的大学里面的教职人员 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这一年的时间 也可以去你未来的学校来走一走看一看 先习惯一下当地的生活 那在这一年呢如果你的成绩 在校成绩你的英文成绩都有达到通过的门槛 那我们是可以保证直接入读到你所选的大学课程 或者是硕士课程 所以这一年的预先课程就是来预先准备 要入读的大学或硕士的学位 好那首先呢要先给大家看 就是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 是大学预先课程跟International Year One 国际大一 那这两个的时间呢就会差一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呢大家入学大学预先课程 念完这一年 在大国念大学是三年制的学制 所以会是一加三年的课程 总共是四年读完大学跟预先课程 那如果是国际大一的话呢 可以省掉前面的预先课程 等于是直接进入到大学一年级去就读 那等国际大一的课程念完之后呢 可以深读到大学二年级跟三年级 那这个的入学要求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国际大一省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呢它的入学要求 会比大学预先课程还要高一些些 对但是呢 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深读到大学的课程 然后提供给学生做选择 那可以看到呢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 它可以接两种不同 两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是商科 第二个是艺术与设计 那我们每一年呢 都是九月跟一月开学 我们的艺术设计呢 是明年九月 就是九月二零二五年 才会有开艺术的课程 明年的一月呢 我们还是 是只有商学院的大学预科 那国际大一的话呢 就包含所有的商科 所以有同学想要念 时尚商科 然后或者是艺术管理等等 都是包含在 同一个方向的passway里面 OK 好 那这个是大学预先课程的课程设置 那基本上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商科跟艺术呢 他们念的专业科目 一定会不一样 但是呢 都会有共同的科目 是英文跟基础的法文课 对 所以呢 它除了念一般的英文 它也会提供 每一周有三个小时的法文课 给大家熟悉 在全法语环境生活的情况下呢 如果大家可以 会有一点基础的法文 那对大家在生活上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特别要提 就是我们的整个预先课程 所有的课程 都是全英文授课 那大家深读上去的大学课程 也都是全英文授课 所以基本上 其实大家用英文就可以 也就是说 你在申请的时候 提供英文成绩就可以申请 但是呢 因为我们也是觉得说 就是毕竟课堂 那或者是说 大家可能找实习啊 或打工 也会有机会 要用到当地的语言 所以我们会有提供 这个基础法文 给大家在这一年的预先课程 熟悉这个新的语言 好 那每一个科目呢 都会有 每个科系都会有不同的 深读的要求 所以具体是看大家 去选择什么样的科系 然后最后的英文成绩 要达到 相对是雅思的6.0分 那有一些是5.5分 所以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英文测验 然后也会有 需要深读上去 你达到的学术标准 所以每个科系可能不一样 大家申请的时候呢 要特别留意 好 那大学预科的话呢 我们可以接受台湾的高2 跟高3可以申请 那高2念完的话呢 如果你的平均分 有达到65分 就可以提出申请 那高3毕业 有毕业证书 那只要有及格60分 就可以来申请 雅思的话 我们是4.5分 单科不低于4.5分 那上面放了今年9月 跟明年1月的学费 那学费呢 在明年1月都会 每一年都会有所调整 所以今年1月的学费 也是要参考我们的网站 那奖学金在今年9月 我们可以给到 4000欧的奖学金 那如果要申请明年的话呢 可能要再跟 你们的顾问 或看我们的网站上 来看奖学金 有没有稍微的变动 那9月跟1月入学的同学 都会是在我们明年的9月 升读到你的大学一年级 或你的硕士课程 国际大一的话呢 因为它比大学预可少一年 所以呢 我们会需要高三毕业 有毕业证书 要达到70分 或者是如果有同学 他可能在台湾念过大学 或其他地方念过大学 一年级 那决定不要继续升学 希望可以到巴黎念书 那也可以用大学的成绩 来申请我们的国际大一课程 那一样我们是9月跟1月 是主要的开课日期 但是呢它的雅思我们一般是要求要5分 但课不及于4.5 如果有同学呢 雅思超为的第一点点 我们的国际大一课程有提供语言先修班 所以我们会有另外开课的时间 可以提供给学生 好 那硕士课程的话呢 法国的硕士课程不太一样 它基本的硕士课程其实是一年 但是有一些国家 它的大学可能是三年就结业了 那这些同学 如果还是念三年制的大学 他会需要念一个叫 上面这个long track pathway 它是两年制的硕士 那一般的台湾学生 其实我们都是四年制的大学 所以我们四年在大学毕业 分数有达到 我们就是可以念一年的 short track pathway 所以这个是学质上会有点稍微不同的 那基本上台湾的同学 都是可以念一年的大学硕士课程 那除了念完大学课程 除了念大学课程 从我们的硕士预科呢 也是可以深读到法国的 有一些学校 他们是有提供MBA 所以呢如果说有学生有工作经验啊 然后他是想要从我们的大学预科 开始在念起 那有机会是可以申请到 法国的MBA课程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 Premaster的入学要求 所以呢我们会需要台湾的大学毕业 在校成绩达到50分以上 有毕业证书 雅思我们要求是5.0 单科不低于4.5 一样是9月跟1月的入学 那奖学金 我们都是在今年9月都是提供4000欧的奖学金 好 那大家会有想说 那在法国念书是不是都非常的贵 那其实呢在法国念书的学费呢 其实相对英国来讲 就像我们有其他的英国的配合的大学 像南安普顿啊 罗夫堡啊 雷丁啊 这些的学费呢 跟巴黎的学费比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巴黎的学费是低非常的多的 所以呢我们就 我们有放上去 我们Canvas Paris 一年的Foundation的学费 大学预科学费 那再加上我们其中有一个合作大学 叫LISA 我是用非常受台湾学生欢迎的Fashion Business 三年的学费来加起来 其实不到5万欧 四年 一加三年 其实不到5万欧的学费 那其他的英国大学都至少要 可能就在接近8万英镑四年制 对所以呢 其实我看他学费其实是非常的便宜 那这个还没有加上4000欧的奖学金 所以扣掉4000欧的奖学金 学费又会再更低 那我有放上去 就是办法国签证 会需要每个月有615欧 在你的银行户头里面 那我是乘以12个月 然后4年 再加上住宿费4年 所以这样加起来 你的学费 你的生活费 加上你的住宿费 其实加起来大概是 111520欧左右 那这个当然不包含 就是学生 如果你们自己可能出去玩啊 或者是可能买一些 比较昂贵的用品等等 这些是不包含的 但基本的花费大概就是4年 大概是这个花费 所以呢 其实在巴黎念书 还蛮划算的 那选择也非常的多 所以呢 这个会是 我们可能听到在巴黎念书 第一个会觉得它很贵 但其实呢 相对英国来讲 它是优惠非常多的 好 那大家会想问说 那这一年的预先课程 会在哪边就读呢 那我们On Campus Paris 其实就坐落于我们在其中一个大学的合作 合作大学 Cage Business School 那Cage Business School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最下面 大概在巴黎123区这个位置 那它离地铁站非常的近 走路大概5分钟 所以如果坐上地铁 如果要到像罗浮宫啊 巴黎铁塔 这些其实大概都是20分钟左右 就可以抵达的 所以其实它到一些知名的景点 或是中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跟快速 那到我们的宿舍呢 坐地铁大概是20到25分钟左右的距离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Cage商学院的照片 那Cage商学院呢 它其实呢 有在这几年有换到这个新的校舍 那它提供更舒适 然后更空间更宽敞的地方 给同学有更好的读书体验 那这栋大楼大概是 我记得是5到6层楼 就是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教室 然后不同的学生可以自习的地方 然后在一楼也有就是贩卖 一些青史的地方 还有我们有一个大的演讲厅 然后可以提供给学生 上一个大的lecture的课 那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 我有到法国巴黎 来到Cage Business School 看这个学校 那里面的人也是跟我讲说 就是其实他们在 每周每个月都会有学生的活动 也会在里面办上音乐会啊 然后或者是意卖会啊 这些学生活动 然后学生都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娱乐可以参加 好 那这些呢是我们11个大学的 配合的大学 那刚刚就有讲到就是我们就是在 Cage Business School里面 那Cage Business School都是商学院 提供商业的课程 那另外还有商业课程提供的是 我们的Paris School of Business 它也是一个巴黎的商学院 还有ESGCI 这三个是我们有合作的商学院 那接下来其他的八间 都是跟艺术相关的 像是刚刚有提到的Lisa 然后还有Maragoni Eyesa Domas Naba 那特别要跟大家介绍 这两个Domas跟Naba 他们是在意大利的米兰 所以他们是意大利的学校 那这个Chardon Safar 然后跟Culinaire 还有Straight 其他这几间呢都是在巴黎 然后会有点稍微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有法国的学校 也有配合意大利的学校 好 那接下来就是快速跟大家介绍 这十一间学校的一些特色 跟有我们可以深读上的课程 那像Kage Business School呢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就是因为它是整个巴黎最大的商学院 那它也是被评为在法国是top7 就是最前七名最优秀的商学院学校 那它其实在有一些科系呢 它的背景要求 会有一定的要求 是因为它的排名非常的前面 举它像在我们上面list上面有显现出来的 就是它的国际商务 然后还有跟它的供应链管理 那都是排名在整个法国的第二名 那像它也有一个艺术的课程 上方课程是 Art and Creative Industry Management 那这个呢是排名在法国的第六名 所以它的某一些课程的排名都非常的前面 所以同学在申请的时候呢 也会要注意到它的对你的硕士申请 那对你的大学的背景要求 是有一些科目的要求 在申请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Kage的话呢 它也是有商学院的三贯认证 对所以它是在全世界就是1%里面的商学院里面 有这个三贯认证的殊荣 好那巴黎Paris School of Business 它呢也是历史非常的久远 它是1974年建立的 那它也是法国有一个叫Galileo的 一个group里面的学校 对它是一个也是非常声望 非常有名的学校 那它提供的课程 等一下也会介绍给大家认识 好那ESGCI呢 它也是提供了商学院的课程 但是呢它主要是在市场管理 市场行销这方面的课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像我们的PSB跟ESGCI 它能深读的课程没有像Kage这么的多 是因为有一些课程 它可能是法文授课 那我们能深读的话呢 都是全英文授课 所以深读的课程呢 会稍微的再少一点点 那这边呢 举我们Kage Business School 有个课程 那大学的课程呢 其实它们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两个 就是International BBA跟Kage Bachelor 那ABBA跟Kage Bachelor呢 它都是大学课程 只是一个是四年制 一个是三年制 那四年制的课程呢 它会是需要学生两年待在法国上课 那两年会在他们的 他们University就读 所以它会是两年在同一个地方 另外两年一定要出国去配合大学念书 那中间还会包含有实习 大概四到六个月 然后两次的实习 那Kage Bachelor KB呢 它会有包含在一年 一学期的实习 那一学期出国交换 所以它会有点不一样 那它的话呢 目前就是会在巴黎的校区上课 所以呢会跟IBBA不一样 它就是会在巴黎念完 然后之后会有实习 跟出国交换的机会 那IBBA就是会两年在法国 两年出国交换 那刚刚又说到 就是我们也有MBA 然后也有不同的硕士课程 可以从硕士预可深读上去 那这边是PSB跟ESGCI的深读课程 那其实他们两个的区别 就是PSB它比较多是管理的课程 那ESGCI是像行销课程 然后国际商务的课程 所以他们两个课程 会有点稍微的不同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艺术设计类的课程 那艺术设计类的话呢 LISA它是法国最大的设计学院 所以刚刚Cage是最大的商学院 那LISA是最大的设计学院 那LISA它提供了像就是时尚设计 然后室内设计 然后动画跟甚至是建筑 它都有这些课程 那这边有放给大家看 就是像LISA的话呢 它蛮特别的 它不是一个学校就在同一个地方上课 它是分不同的科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有点小字 就是LISA mode 就是LISA fashion 跟它的architecture graphic design animation 这些呢不同的科系 它是在不同的校区上课 对 但它的校区呢 其实都是在非常的靠近 都是在附近而已 对 只是它在巴黎的话呢 不同的科系 会在不同的教室大楼里面 好 OK 那我今年五月有参加 又去参观LISA的教学大楼 那LISA呢 其实就长得像照片一样 就是他们都会用学生的作品 来布置他们的教室 他们的走廊 然后呢 学校都不会到非常的大 但是呢 其实他们提供的资源都非常好 都有像不同的科系 都有不同的美术教室 然后给他们像木工 木工的教室啊 陶宜有陶宜的教室啊 印刷有印刷的教室 对 所以他们都是 虽然教室不大 但是其实里面都是应有尽有的 那学校里面就真的非常的可爱 就很像在参观 不同类型的美术馆的感觉 好 那这些是LISA可以深读上去的课程 那其实台湾学生很多 都会对像是 Fashion Business啊 然后或者是Graphic Design啊 或Animations 2D 3D 有非常多的兴趣 那中间也有 刚刚有说到有 建筑系Architecture 它是五年制的科系 所以呢 一年制的大学预科 加上五年制的Architecture 总共是六年 但是学生念完出来呢 会是一个建筑硕士 是一个硕士的学位 所以这个是稍微要跟大家提到的一点 那LISA呢 也有很多的实习 然后他们也跟很多巴黎的一些奢侈品啊 然后一些百货啊 合作 所以学生都是很有机会 可以在上面的这些名牌 来牌子 来做你的实习 那甚至在实习结束之后呢 未来想要再进入这些公司的话呢 学校也是会有 就业中心 可以来帮助学生 来申请到这些大公司 OK 好 那再来介绍 我们的 也是还蛮多学生知道的 就是Margoni 那Margoni呢 它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的学校 但是它在巴黎 在伦敦 在 在美国的Miami 都有它的分校 所以呢 这个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念完预先课程 你深读到Margoni 你可以不一定要选择 在巴黎的校区念书 你可以选择去伦敦的 去美国 甚至去杜拜的校区读书 对那Margoni可以深读到科系 有非常的多 所以呢 我也不一一列在上面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On Campus Paris的网站上 查到可以深读的学校 EASA的话呢 它其实比较少人听到 但是呢 它在巴黎 也是非常多人知道的 因为它会有很多 艺术跟商业的课程 提供很多艺术跟商业的课程 给学生 所以我们又称为 它是Business School for the Arts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Betulate in Arts 它也有好几个MBA的课程 提供给学生 那Shadow Safar呢 也是比较小重一点 它其实走的科系 就是学生如果是想要当 服装设计师 就是Fashion Designer 它提供的科系就是 Fashion Designer 它有三年跟四年制的课程 可以选择 那四年制就是会多一年的实习 它是走非常高端的设计 然后也会有不同的时装周 时尚周 然后让学生去展现 大家的作品 这个的话就是Shadow Safar的一些照片 那其实他们自己有经营他们的YouTube频道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上面看到 他们时装周的一些照片跟影片 好 最后两个呢 稍微的比较不太一样的学校 Culinary它是一个厨艺学校 所以我们跟他们合作的话呢 我们是合作就是有点是像糖果巧克力的翻糖课程 大学课程 那Culinary它其实 一直有说可能会在巴黎开它的校区 但目前呢 他们是在波尔多来进行授课 所以呢 读完如果想要去Culinary这个学校的话呢 就是会在波尔多上这一个大学的课程 那Straight的话呢 它是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设计学校 所以可以看到它可以深读的是它的硕士 Transportation Design 所以不管是像公车啊 节日啊火车设计 那都会有学生来考虑到Straight这个学校来念书 所以这两个会稍微的跟其他的大学有稍微的不太一样 好 那接下来介绍我们两间意大利的学校 那Nava呢 它是意大利最大的设计学校 所以呢 我们刚刚有最大的商学院 最大的设计学校在巴黎 那这个是最大的设计学校在意大利 那它是在米兰 它能提供的大学跟硕士课程也非常的多 所以呢 也没话一一列给大家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寻找 那它的硕士呢 是有一年制或两年制的选择 可以所以学生可以自己选 你们是想要来念一年的硕士 还是两年的硕士 那Domas呢 它是Nava的姐妹校 它目前只有提供硕士的课程 那硕士课程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学生有兴趣的话呢 也都可以来参考这两间学校的网站 然后Nava的校区 跟Domas的校区都非常非常的大 有好多栋连在一起在米兰 对所以呢 我还没有机会到这边去看 就是可以提供给学生来参加 那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大家提供小点来吃小点啊 然后在楼下的lobby啊 然后一起可能看电视啊 或一起玩游戏啊等等 就是它会有提供很多这种交易的活动给学生 那它的话呢 它的房型都是studio的房型 所以呢 学生来住Noi Campus 它不需要跟其他人共用卫浴设备 也不需要共用厨房跟客厅 它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小的厨房 跟小的桌椅在房间 那这边就是有说 它是有一个小的健身房 然后小的读书室 然后小的厨房 沙发区提供给学生来休息跟使用 那Noi Campus的话呢 我们在今年9月呢 我们是需要自己跟它来申请的 所以申请的话呢 就是首先要先申请 N Campus Paris的课程 拿到了offer之后呢 再直接跟Noi Campus 附上所有的资讯 然后写email给他们来申请 你们想要入住的时间跟房间 那很多同学也会问说 那在巴黎念书 在上预先课程的时候呢 可不可以打工 那打工的话呢 学生是可以一个礼拜 有大概接近20个小时的打工时数 那如果是在放假的话呢 是35个小时 那大学毕业之后呢 是没有工作签证的 那如果是硕士毕业的话 是会提供一年的工作签证 给学生来申请 来留在法国来工作 所以这个会跟其他国家 会稍微的不太一样 大家特别的注意 好 那讲座的最后呢 就跟大家来介绍 要怎么样申请On Campus Paris 那大家首先呢 一定要确定 你想要念什么样的 大学或硕士课程 那在我们的网站 或是透过顾问 来帮大家选择 想要申请什么样的课程 然后去上传你们的一些资料 那需要上传资料呢 当然就是你的在校成绩 那你的英文成绩 如果你是已经毕业的 会需要你的毕业证书 你的护照 如果你有实习或工作经验 会需要你的履历CV 如果你是申请像艺术类型的课程 虽然我们都不需要作品级 就可以申请 但是呢 如果你是自己有一些作品级 你希望可以有一点加分的效果 那也可以附上你们的作品级 那最后呢 就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 就是在巴黎念书 需要提前先准备什么 那首先呢 就是 有刚刚有说 你是需要知道 你想要念什么样的科系 那你需要在 On Campus Paris上面 看到你的预先课程呢 是在念什么 跟你的大学跟硕士课程 主要每一年 是在念不同的学期 是在念什么样的科目 那再来呢 我们是不需要法文 就可以申请你的预先课程 但是我会推荐学生 可以先去熟悉这个新的语言 可以在台湾先上实体 或线上的法文课 或者是增加你的英文 能力跟技巧 所以你可以先把语言 给重新的再开始学习 然后可以增加你的语言技巧 那如果说是要念 艺术设计的学生 如果是没有任何的背景 也会建议可以去看一下 要怎么样使用 这些艺术设计的一些 可能是软体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画笔啊 等等的技巧 你可以先开始了解 先开始的 制作你自己的作品级 或开始去上有相关的 艺术设计的课程 那还有就是出国念书 都会需要准备一些 一些像学费啊 生活费啊 额外的费用 那这些呢 也会需要学生呢 在准备好自己的财务 这方面的 出发前这方面的准备 那还有一些像出国 需要准备的药品啊 然后一些文件啊 也都是出发前 都是先需要备好的 那最后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到了一个 非常远的国家去念书 所以在文化啊 饮食上等等 都会稍微的不一样 那这些呢 同学可以先稍微的 在网路上先研究一下 然后先去适应 然后来看一下 当地有什么样 跟台湾非常不一样的文化 跟饮食习惯有哪一些 然后提早做准备 那我们到达了巴黎 那念书的话呢 也可以提早的来适应 这边的生活 那未成年的话呢 我们会是需要住在 我们的Noi Campus 就是我们配合的学校宿舍 那Noi Campus的话呢 我们都会有 有一个宿舍的 一个叫Garami 就是这个的话 在法国 它是你只要入住宿舍 都会需要买这个Garami的 等于是担保 就是他会担心说 你可能缴不出宿舍费啊 或者是把宿舍给损坏 那会有一个第三当当担保 那如果说你是未成年 还有一个就是 Guardian的话呢 首先会是需要你的父母 要签一个授权书 对证明就是 他们是你的财务的担保 来法国念书 那如果说你是来读书的担保呢 就会有我们的 Center Director 我们的On Campus Paris 会有一个Director 他是当大家是 他是当未满18岁的学生 来做你授课的担保 对所以你会需要 有一个财务的担保 跟一个授课的担保 对那这个担保都完成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你 就算未成年来 80念书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也都要有这些担保 你才可以来办你的 法国签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